謝謝主席 有請部長 請羅部長 方委員好 部長你好 我想延續上禮拜時間來不及 我們還沒有處理完的事情 不過開始以前 我想要先回顧一下 上禮拜我在內政委員會的時候 我提出了一個問題 那個問題是 在肯亞事件之前 有沒有發生過 有沒有發生過 我們的陸委會跟外交部駐外的人員 希望把我們的國民接回來 那但是法務部卻持不一樣的看法 他認為人應該由中國接走 那我現在先回顧 這個都是有客觀的歷史事實 您可以逐字的去對 我在上面寫的字 是不是一樣 還是可以請部長來這邊 也沒有關係 是不是有手持的麥克風 我可以口頭說明一下 等一下喔 我先跟你講完 我們上禮拜 整個資訊的過程喔 陳文綺說 我想這個部分應該是 法務部表達就是說 這個人在台灣 沒有一個犯罪的連結因素 是不適合接回來的 那這個時候我問他 說這個事情其他人都知道嗎 他說這個意見陸委會跟外交部都知道 而且這個決定是有網上報的 這個是陳文綺的發言 那接下來呢 您在司法法治委員會的時候 然後我記得應該是林德福委員問您吧 林德福委員問您的時候 你說 今年初有一個菲律賓的台灣人被大陸盯上 我們駐外單位求救 我們當天才知道 然後就跟毛院長請示 毛院長說外交部跟兩岸的事情 都由總統來決定 該怎麼做 由總統來決定 結果總統交代說 你跟外交部陸委會去協商 看該怎麼做 結果還沒有開會 人就已經上飛機 所以整個事情我不可能向大陸通報 沒有公文 只是電話請示毛院長 我們沒有上簽 這個內容齁 都有客觀的歷史事實 就這個部分 我想要進一步請教的是說 法務部哪一天知道這件事情的 就是當天 所謂當天是說1月14號那一天嗎 1月8號吧 那個那是哪一天 就是他上飛機當天前幾個小時 他上飛機當天前幾個小時嗎 他那天坐幾點的飛機回來 您知道嗎 我現在不記得 在場有任何知道訊息的人 都上去協助部長 因為我相信部長不會說謊 但是謊是由誰說的 我們今天一定要追個水落石出 我100%相信部長不會說謊 但是部長是不是被蒙蔽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講出來的 是下午或傍晚的飛機 是下午或傍晚的飛機嗎 所以法務部什麼時候接貨通報 那一天的 是 不是中午還是什麼 沒有關係我們現在不要浪費時間 那個具體的時間 等一下質詢完了以後 是不是可以請副司長 調查清楚了以後 那可能一併乘給主席 跟本委員會其他委員 這樣好不好 可以嗎 那我現在先問一下 就是說 不早你那天回覆 林德福委員的答覆是說 整個事件你不可能向大陸通報 我100%相信 您個人絕對不會向大陸通報 我們同仁也不可能 你們同仁也不可能 你們同仁也不可能嘛 那一個時間我們在後 大陸要辦你的事件 2月16號開會 參與會議的人 到底說了什麼事情 我知道剛剛主席已經裁示了 等到2月16號 那一天開會的錄音檔 跟完整的會議紀錄交出來了以後 那我相信我們到那個時候 進一步的再來加以檢證 我現在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 14號那一天 6點50分的飛機要飛回來 中午就開始協調各單位 依據兩岸協議 可以要求大陸提供資料 調查局是希望國人返台 能夠繼續有此資料 再做調查偵查 調查局用正式的書面給中國 說希望你們提供相關的資料 後續中國公安部 就沒有再跟調查局聯絡了 那請問貴部14號中午 有沒有人打電話給調查局 是調查局打電話給我們 是調查局打電話給你們的 所以你們是在14號中午 知道這件事情了嗎 那調查局打電話過來 電話誰接的 所以副司長您有接到嗎 好 今年1月的時候 台灣行事真防協會 有組團到中國去 中國公安部副部長 驗請警政署 移民署海巡署 跟調查局的人 警政協會開會的時候 對方當場跟我們說 法務部有一個人 說 飛機6點50分要起飛了 6點20分打電話給公安部 對港澳台聯繫的窗口 跟對方說 現在我們人要帶回來了 你們可以到現場去抓人 中國的公安部很生氣的說 起飛前20分鐘才通知我這個 這種通知無法操作 請問就 這一個部分的事實 部長您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 好那請問副司長您知不知道 我們內容不是這樣子提的 那你內容是怎麼提的 我們等一下16號的會議紀錄 還有其他的證人 我先聽你怎麼講 那我等一下再請主席財事 把其他的證人給傳來 來先請讓你說 好那這個第一個電話 不是我打的 然後再來的話呢 是當時我 等一下齁 第一個你先澄清嘛 打電話給中國公安部的電話 絕對不是你打的嘛 好這個我相信你 有沒有人打這個電話 我們當時有跟大陸聯絡 所以有人打這個電話嘛 你們有沒有跟部長報告 不是通知他們去抓人 我們一直在要了解狀況 要去跟他們索取資料 所以部長您現在是說 有人打這個電話嘛 我不知道 所以你現在還不知道 那你怎麼急 那你就急急忙忙的 幫副司長解釋了 我們同仁不會打電話 叫他抓人 沒有我相信部長您的相信啊 那請副司長繼續講好嗎 我們不是讓他們去抓人 這個當時我們有跟調查局 也在聯絡 就說大家都要去跟大陸要資料 到底是什麼案子 他們給他發布了 紅色通緝令 所以我們當時一直在 好 那我現在再具體問你齁 這個紅色通緝令 這個人跟電信詐欺有關係嗎 他是另外一個商業詐欺 所以他不是電信詐欺嘛 對但是也是一個詐欺 對那他是不是因為在中國經商 後來跟中國那邊的人產生了爭執 然後有司法訴訟的案件 所以他們就發布了這個紅色通緝令 詐欺的案情我們還是不清楚 沒有關係嘛齁 但是到目前為止 到目前為止 你所知道的他不是電信詐欺嘛 那商業詐欺的具體內容是什麼 還有進一步救命嘛 可是到今天為止你們還是不清楚 是什麼事情這樣對不對 我們有一直在跟大陸交涉 要請他們把券證資料給我 好那當天請問法務部打電話 給中國公安對口 負責打這個電話的人是哪位 應該是我們市裡的同事 請問是哪位 這個我要再回去做確認 好沒有關係 那也請你一併做確認齁 我們不要浪費時間 這位是誰認不認識 對大陸公安部的 大陸公安部的誰 龔彥平處長 所以你們認識他嘛 當然 好那我們其他的事情下午 我們再繼續的來這裡釐清 我現在先請大家看一個表 這個是從法務部拿到的資料 你們就放在你們的網站上面 從20 從民國98年到105年2月29號 我們要求中國犯罪情資的交換 提出請求的是4061件 陸方完成的有1357件 我方請 陸方請求的有1346件 我方完成的有1090件 這樣看起來 台灣是比較真正想打擊犯罪 比較願意提供犯罪情資的嘛 最起碼我們旅行率比陸方多很多 這樣說沒有錯吧 可是件數呢 件數差不多啊 實現的件數 所以你現在就是看1357跟1090 我們的1357比較大 就先不管請求的嘛 好 部長我完全了解您對於這個數據的詮釋 因為這是客觀的事實嘛 第二個部分 我們要求調查舉證的有1,121件 陸方完成了688件 陸方跟我們要求的有590件 我們完成的有541件 再度的顯示了 我國的檢察官跟警察真的很辛苦 對方跟我們要的 我們幾乎都有給人家嘛 對第一線檢察官的辛勞跟警察的辛勞 我百分之百肯定的 但是我要講的 凸顯出來的數據是什麼 凸顯出來的數據是 我們跟他要的 大半都要不回來 沒有 我們要的件數多 他們要的件數還不到我們差不多一半而已 對嘛 那要的件數多或者是少 是看辦案的需求嘛 那您是用絕對值來看 我是用百分比來看 那這個data要怎麼詮釋 我們可以繼續的再往下談沒有關係 但是這個事實講清楚是很重要的 剛剛部長有說 前返我們給 陸方給我們前返了484個嘛 但是他的母數是什麼 是1441位 我們要的1441位 陸方前返了484位 相對的陸方跟我們要求前返21位 我們送回去了15位 再度的顯示 我國的檢察官跟警察 真的比較認真 也比較辛苦 人家跟我們要的 我們大部分都有送回去了 報告委員 你從另外一個角度解釋 是不是台灣去大陸的犯案比較 逃到大陸比較多 大陸逃到台灣比較少 所以這個很多跟他的具體的事實是有關係的 然後 您說的我都了解 這個data要怎麼詮釋 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基本判斷的邏輯 然後我接下來請教部長簡單幾個法律問題 第一個 這個跟我們在今天討論的事情有關係 我不希望整件事情的討論 好像牽涉到政治以後變得很複雜 所以我們都是法律人 我們依法來論法 第一個 我國國民去A國 詐騙A國國民後返回台灣 我國法院有沒有管轄權可以行事 要看它是哪一種罪 如果說是境外 沒有 我上面已經講了啊 是詐騙案件 詐騙案件 目前是沒有 目前是沒有嘛 好 那你贊不贊成 我們修法讓我國可以打擊這種犯罪 這個要經過討論 這有很多不同的 沒有關係 我相信社會上很多不同的意見 我現在只問法務部的意見 我要研究過之後我才能答覆 所以現在這個問題您是沒有答案的 對 好 那您知不知道 在2013年4月22號 司法法治委員會在審議 立法委員提案 要求要打擊跨境的詐欺犯罪的時候 曾經提出過我國應該要行使管轄權 因此要修刑法的規定 那這個時候法務部的代表 在那一次司法法治委員會 所發言的態度是什麼 您知道嗎 我要拿記錄來看 我可以直接跟你講齁 你在立法院公報 第102卷 第25期的委員會紀錄裡面 寫得清清楚楚 法務部的立場是反對 那部長不是您自己來的啦 是法務部的代表來的 所以顯然法務部現在出了很大的問題 連部長都還沒有採取特定政策立場的時候 有人代表了法務部到立法院來 針對這項修法表示反對 因此這項修法在那個時候沒有過 下一個問題 那這個時候 A國向我國請求引渡該人犯 我們是不是應該引渡 這看管轄進和的問題 通常都是要 這沒有管轄進和了嘛 我們順著法律的問題邏輯很清楚嘛 我們有管轄權他也有管轄權 如果說已經回到國內的話 如果已經回到國內 你還是反對我們把人遣送回去對不對 好 下一個問題 那你贊不贊成 我們應該修改引渡法的規定 這個時候要把我國的國民引渡過去 這個不是我們一廂情願的事情 沒有啊 引渡法是本國內國法律 這不是引渡條約 我知道 我們盡可以這麼定 但是別的國家接不接受 有他們自己的法律跟考量 對 那我的意思是 就我國法律的修改而言 你先不用幫其他國家考慮 作為我國的法務部長 如果有人提案 我們為了要擴大境外犯罪的打擊 因此我們應該要修改引渡法 第四條的規定 我們的國民在A國詐騙了A國的人民 然後結果呢 結果我們的國家的管轄權 竟然沒有辦法行使 那A國的人他一定會覺得很委屈嘛 要求我國把人引渡過去 那依照目前引渡法的規定 是有幾國國民不引渡的原則 那我現在問的是 部長您贊不贊成修改引渡法的規定 即使是我國的國民也引渡過去 我確定一下齁 就是說 您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的國人在外國犯的罪 我國的刑法不能夠制裁 我們依然要求把他引渡回來嗎 您的意思是這樣子嗎 我剛剛的法律問題的邏輯非常的清楚啊 A國向我國請求引渡該人犯 我國是否應該引渡 剛剛部長您講了嘛 按照幾國國民不引渡的原則 答案是不會去引 按照現行法不能引渡嘛 那我現在進一步的是 我們為了要打擊境外犯罪 那這個時候如果有立法委員提案 應該要修改引渡法第四條的規定 我國的國民在A國詐欺了A國的人民 這個時候我國的法院沒有辦法行使管轄權 要求引渡 目前的引渡法不能夠這樣做 修改引渡法你贊不贊成 可以討論 因為像林克宇 我們就是要求英國把他的國民引渡給我們 所以你認為連現在幾國國民 不引渡的這一個國際法上的慣例 在我國要不要修改 法務部的立場是開放的 就是還可以討論就對了 好 謝謝你 謝謝